所以有這樣子一個國家 做我們的所謂的世界經濟的龍頭化 實在太危險了 像美國這種不負責任的這種國家 只考慮自己利益 然後不考慮他人利益 無限制的印鈔票 或是泡沫化 不負責任的政客 不僅是危害到他們自己老百姓 現在危害到全世界很多老百姓 我覺得現在美國 基本上到處都是 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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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有什麼權力天天制裁別人 不是照你美國一個說了算 制裁是解決辦法 都是把問題一個要搞一個越複雜 美國人第一個沒有什麼存款 美國存款率大概世界最低的 而且美國喜歡這個叫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裡面都有利息 都要利息 所以最基本的 美國人買房子 房子的貸款利息一定升高 第二個就是說 汽車也沒有人付權額 美國基本上沒有人付權額 車貸 也是一定要有的 然後可能去買個什麼 買個電器產品 買個什麼 也是分期付款 所以這一系列的 都是利息 美國人還有一個就是說 喜歡亂撒卡 這個卡債 事實上信用卡的利息是最高的 常常美國有人是信用卡破產的 那就是說這個老百姓 這個社會已經習慣了就是說 花超過你的收入 你的能力是這個三分之一 它是讓你的購買力膨脹的 所以這個社會的話 你真的說 所以今天升息 對美國這樣的一個社會來講的話 是一個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個措施 那而且對於基層 底層的老百姓 他們承受的壓力可能是最大的 那現在不曉得這個通貨風脹 是不是會很有效的下來 那不過這個基本上 過去這個在很長一段這個寬鬆政策 低利率大水漫灌這個政策之下 事實上很多人的這個投資 也都放在這個靠的主要是 靠那個股票市場 是 賺錢的人也蠻多的 那維持他自己的這個收支平衡的 那你現在你這個 最近最近已經一陣子了 美國的各種股票指數 跌得非常的大 那這個不僅是影響到美國人 那麼事實上 美國的股票也是全球股票的 一個溫度計 你看他那邊跌 我們台灣也受影響 所以美國這個政策 基本上現在是為了 救拜登這個選情 那我們就是說 不但美國的基層老百姓 在附代價 我們全世界都跟著他附代價 所以有這樣子一個國家 做我們的所謂的國際 世界經濟的龍頭化 實在太危險了 所以這個不要說國際政治上 我們需要一個多元化的一個結構 國際經濟上 像美國這種不負責任的這種 這種國家 只考慮自己利益 然後這個不考慮他人利益 那麼動輒就為自己的利益 一下升息 升息兩碼 對 然後他的股票市場 在過去的時候 他這個不限制的印鈔票 這個不是你的實質的 你的生產力提升 而是你的鈔票太多了 所以這個資本就不斷的在什麼 就是怎麼樣 就是泡沫化嘛 所以美國這個經濟 我覺得再加上這些 不負責任的政客 是 不僅是危害到他們自己老百姓 現在危害到全世界很多老百姓 我們台灣就受影響 第一 5月12、13號 要在華府開這個東盟峰會 在開這個會的前幾天 你來一份這樣的聲明 而且還是三方的 共同的聯合聲明 那建大使第二 你看喔 因為我要講 這不是只有純粹針對俄羅斯了吧 因為你想想看 G20 APEC 俄羅斯都有在裡面 可是不是Asia Asia是東盟國家的 所以呢 為什麼Asia要進來 這個東盟的輪值主席 柬埔寨 也要在這個聲明裡面 大家共同發出 這感覺是一個 東盟國家的一個共同的表態 你怎麼看 對 而且是在去美國之前 也就是說 讓你拜登先死了心 不要到了以後 你又跟我們 那麼東扯西扯的 他們都知道 你找我們去華府 華盛頓去幹什麼嘛 就是要聯合我們 跟你美國一起來 抗俄羅斯嘛 那這些國家就是說 大家想一想說 與其到那邊 看那個拜登老先生 啰哩啰嗦的 又常常會講錯話 乾脆先把他嘴巴堵起來 這就是先把他的嘴堵上 所以用一份聲明塞住他的嘴嗎 對 先把他嘴堵上 不要囉嗦了 已經煩了 對不對 要不要抗俄是我們的主權 不要把我們這些人 這個大老遠跑到華府去 聽你這個拜登 散熱鬚雕雕 在那邊糾纏不休 所以先把態度表明 然後去了你也不要囉嗦 你說我們已經說了 說不回來了 一言即出四馬難追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要做什麼事 他現在必須要考慮一件事 我覺得現在美國 基本上到處都是 制裁制裁制裁 那你制裁是为何而制裁 我现在看到美国的所有的 美国的政治人物 这些什么拜登啊 这个布林肯这些人出来 最常用的那个字就是制裁 你制裁你到国际组织去讨论去 这个是才有所谓的合法性的地 你美国有什么 美国有什么权力天天制裁别人吗 这个世界不是像过去二次大战之前 是一个无政府状态 二战战以后已经有很多国际规则 国际的这个法 多边国际法 这个不管是硬法软法 都灿然大倍啊 今天很多事情 都是有国际规章在那里的 不是照你美国一个说了算的 而且你美国天天就是说制裁 制裁是解决办法的嘛 都是把问题越搞越复杂嘛 对啊 而且东盟国家 其实他们都是要谈实际的利益的 我记得之前介大使 也多次谈到 就说像美国说 我提供给你东盟什么样的利益 真的是给的很少 让他们就觉得说 你这是在羞辱我吗 十个国家给一亿 一个国家一千万美金 干嘛啊 这是丢给乞丐啊 人家也不是乞丐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 此行他们其实想要听到的是 美国的确你要给我实则利益 而不是说制裁什么 制裁谁 那到底要邀请谁 以G20来讲 那是我们可以自己共同来决定的 而不是像一开始的时候 比方说像加拿大 就说这次不要邀普丁来吧 然后后来美国澳洲又再进一步的加码 说之后都不要请他来 都不要 这个甚至说要让俄罗斯退出G20 我想所以这些东盟国家 看在眼里大概也就受够了 对是G20有它的规则啦 这是由轮值主席国他做决定 他要不邀请谁他做决定 那加拿大只能建议 那决定就是印尼 这个整个一年大概怎么样做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说 低度这个建制化的一个组织 它没有那么多规章的 基本上 轮值主席国有最多的权利 印尼说了算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第酸水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